如何掌握关键核心技术,就成为我国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,中国就打破了多个领域的对华境运 而单光子探测器正是其中之一 那么,它到底有什么用,能给我们带来多大助力呢? 光的最小单位是光子 所谓的单光子探测技术,就是探测一个光子的技术 它代表了光信号探测能力的一个极限 而高性能的单光子探测器,就是量子调控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 此前我们在这一方面,一直受到国际禁运的影响 那么,这种探测器到底有多重要呢? 中科学上海V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游立星博士就打了这么一个比方 光相当于水的话,单光子探测器就相当于一个能把水精确到水滴的水龙头 它的精度控制能力就决定了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前进脚步 我们知道,在量子科技方面,得益于诸多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的行业 需要了解的是,以量子技术为基础研制的量子计算机 其强大的运算能力、处理能力,让其在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 有人举例称,如果超级计算机相当于一个人在计算的话 那么,量子计算机就相当于多个人同时进行预算 未来在天气预报、设备研制、保密通信等方面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想一想,未来研制一款武器装备的速度是别人的几倍 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单光子探测器的研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还没有自主掌握SNSPD核心技术之前 我国进行量子通信实验所使用的单光子探测器 效率只有20%,且噪声极大 与国际最高水平相差甚远 但游历星团队利用NBN材料 开展低温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技术的研发 经过四年左右的钻研 终于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全新的SNSPD机件 并在光纤通讯1550纳米波长的探测效率超过90% 同时持续保持了SNSPD机件效率世界记录 而在噪音方面 他们研发出片上集成低温率波器和光纤端面低温率波器 两种暗技术抑制关键技术 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居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该技术已获得了中美日三国专利 以SNSPD在效率等性能上的绝对优势 我国在量子通信 光量子计算 激光雷达 深空通信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得到拓展 也正是因为有了关键技术的神助攻 美国专家才多次抱怨 他们正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美国要对其努力追赶了